鬼城同樣令人猛鬼的食物 在當地師傅大令之下 我們連夜到達台中著名的猛鬼地大 鬼城 在到達之後 天氣突然變得很惡劣 加上周圍襲黑一片 我們根本無法看清楚 鬼城到底是怎樣 哪個車過來 我真的要爬 爬 由於入口從門深鎖 爬進去就是唯一的方法 幸好這裡的欄杆也不算太高 很容易就爬進去 我們一直向前走 由於路生滿雜草 和下雨的關係 大家都格外小心 前面走 前面有祠堂 前面 比較酷 有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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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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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沒有洞 很痛 TK有整個跌下去 這塊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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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小雲一時失足 幸好有驚無險 所以我們細心觀察鬼城的環境 就在我們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尺頭 如果跌下去的話 隨時連命都沒有 小心 不要走 不要走 這裡很邪門 有東西在這裡 鬼城的四周 泥肌蟲蟲 這麼留神 分分鐘都會有危險 我們一路走 大概15分鐘 終於踏入鬼城的另一位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情會這樣 他這邊就是聚集的那些僵屍 沒人敢控 聽到梅仙姑說這裡有僵屍王 我們都很莫言 當大家走到荒廢住宅區的時候 梅仙姑和梁老師突然跟我們這樣說 現在這邊要坐體驗的進去 坐體驗 安全 那個安全沒有 誰是 誰是 分析窗你怎麼樣 這裡吧 這裡 沒有 沒有 證明 你以為真的很不願意的話 你覺得 別人 這是第一手 不怕 你在中間 我拖著你 你真是真正的 為什麼 等一下 我就衝進去了 這裏 這裡整個都是 這個都是黃子 既然當地的師父感應到空屋裡有靈體 我們當然希望拍攝到一些靈異的狀況 經過商量之後 決定由導演Jacky 詩敏 潘兆聰 和邱小雲走進去 我知道這裏應該有幾大人 我們都在 如果真的來探望 我都不會說太高 會吸引力 因為 為了拍攝順利 三位師傅和他的存體 留在外面 因為始終他們收過法 這樣容易驅走靈體 到底這次這麼大膽的嘗試 大家會否感應到靈體的存在 甚至拍攝到靈異鏡頭 那邊也要練習 看看 你真的跟我們 是 還是要跟著 站在一會兒 我一會兒 說聲我們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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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下去,注意停 收了,你說 停在原來的位置,不如雨 一陣 收了 這個位置,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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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但沒有在這 沒有,它是在這裡 這裡有,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對 從那個樓梯走進去 你們不要動,不要動 左手邊看得很清楚 這是你的殭屍嗎 這個還不是那個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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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干擾 他說不讓我們照 在干擾 可以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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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動 那個位置 有東西在這裡 好像女人一樣 頭髮長的 好 在門口裡 倒進去 好奇 他們好奇看得到 我一樣擔心 你的感覺都沒有 主要來越濃 濃,即是越來越快 對 但我們不要說了 那你拿主要 其實我還在繼續 我只想問一下 不要再說這個字 有嗎 有嗎 大家知道 因為越為越多 就當大家說 鬼城感受靈體的時候 梅仙哥和他的徒弟 一間有所行動 令大家手忙腳亂 我想我會這樣 你找一下嗎 你找一下嗎 我手搶了 他們想的 等他們去看我們 有關係 你也想這麼嚴重 我可不可以有一部機巾 如果他認我沒問題 我們會有一部機巾 有 有 一隻拍拖 我們不理會他們怎樣做 我們不理會他們怎樣做 我們稍後不跟他們 我們下你這裡 好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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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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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時候 梅仙哥說 發現有一隻殭屍鬼鑊在這裡 他馬上用法力將它捆住 以免讓它走掉 準備 進去嗎 二樓上 二樓 站在正中間 難得 怎麼叫那個骷顱王 走 你動我啊 你動我自自看啊 我今天就把你滅了 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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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那麼多話 你什麼事情 有力嗎 沒有 你現在在幫我看 看我說那個一個力慌 你告訴我你多壯 我不相信 吼 Ferret 沒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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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 他還在這裡 因為我要面他 他現在在這邊那個 只要面子 我今天去傳播都要幫你簽 不然你是要怎樣 沒人敢來 來就要我死嗎 你看兩千多年的代理而已 我跟他抓住 然後後來人家猜到 他有時候走來走去 他就是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就這樣走來走去 雖然梅仙姑說那隻殭屍鬼王 在大家面前走來走去 但大家似乎都沒甚麼發現 就在這個時候 司徒發政師傅就用對講機叫大家 很多,你們多 上排了,六個 我先來以後面的同學啦 因為我們,我們,我們 部車上有很多男人的寶珍 我先去,我先去,我先去 完全一陣子,毛到客氣 都在這裡有很多年人've been 追上,我最沒有 超大,終站 台 哈哈哈哈 我聽廢話吧 他害別人就是要死,然後 他就滅掉了 你們有沒有照到故的 我在這裏 稍微像大進大進的感覺 因為收到我說話很厲害 辛苦你們了 沒聲音了 好了好了 出來了 聽到梅仙姑已經簽名了一隻殭屍鬼王 和她的手下 大家都感到有點惡言 另外 在屋外的人 也透過顯示器 看到靈體的出現 還說是有敵意 你們多 多謝牌 到底她們看到的靈體 是梅仙姑所說的殭屍鬼王 或者她的手下 她們站在那裡 沒動的 有…即是… 有幾乎她說的話 大家聽到梅仙姑所說 已經簽名了殭屍鬼王之後 其他靈體暫時不再出現 梅仙姑所說的殭屍鬼王 是…